哈喽,大家好,我是吉普医学艺师 今天是周五,现在是早上9点,9点刚刚到现在 我刚刚把媳妇送到小镇 然后今天我休息一天啊,今天我休假 阳光非常好 然后前几天不是刮那个沙城帽吗 从那个北非撒哈拉沙漠刮过来的 一直一直越过那个地中海 然后那个沙城帽的威力比较大 一直把那个黄沙卷到了这个西欧这边 然后前两天的话,就过去的这两天天气非常差 那个天空就像那个国内那种 每年春天的时候刮沙城帽的场景很像 就相当于这边的阳城天气了 现在我看四周这个车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 昨天晚上那个下班以后,看那个窗外 夕阳的时候天气非常漂亮 然后还录了两段那个严时记录 就是记录一下那个阳光非常漂亮 从那个金黄色到那个红色 再到了个紫色 就太阳慢慢慢慢下去 果然今天就迎来了一个非常灿烂的明媚的阳光 然后露出了久违的天空了 然后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呢 我就顺便从那个驾游站旁边的经过 看了一下那个油价 油价又跌回到碾云这个坎啊 碾云这个时代之类了 是1.999 1.999 而且好几个驾游站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个价 我就准备现在马上开车过去 把油箱给加满 我是上周吧 我是上周四加的油 上周四加油 当时是2.084 后来到了星期五的时候 油价就涨到了2.286 然后当时后悔没有把油箱给加满 当时我只加了半箱 然后仅仅过了这么几天 果然跌回到二元磁带之类了 相对还是说心理上有一种 有一种怎么说呢 有一种很奇怪的这种心理啊 就是至少它跌回到2以内了 就觉得好像已经赚了那种心态 我加的时候毕竟是2.0几嘛 现在跌到2之类了 1.999 所以我现在准备把这个油箱给加满 然后趁着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对对对 我今天是休假一天嘛 然后加完油以后准备就是试试走一走 拍一拍 准备去一个地方 去小镇外面有一个高F球场 那边有一条路 一路全部都是那个樱花 粉色的樱花 它那个是早阴 我记得往年都是最早的时候开嘛 现在这个春天现在已经3月中下旬了 很多那个大自然的花都已经开了 所以我估计那个花是应该开的 待会过去就拍一下看看怎么样 好吧 就先这样 我已经到加热站了 然后左边那个牌子的油价 现在油价是1.999 也挺好记的 下面的95号汽油是1.899 然后再往下是1.879吗 看不出来了一点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油价相对来说 已经跌到 让人心理上面能接受的一个程度了 然后前面这辆车 感觉它油加的也不多 刚刚它把油价插进去已经满了 感觉都是趁着这个第一油价来加的 然后它是一辆那个宝马三系的旅行 320D你看这个320D这个发动机非常经典 像这个车的话 它油耗能跑到个四升出头最多 非常省油我记得 好它走了轮到我了 以前挺有意思的 好 我现在这个油箱的油也确实也不多了 我上次刚刚加是一半多一点点 现在已经跌破一半了 所以我现在加油也是合情合理啊 这边加油都是无人职守 我这个信用卡在他们那边的那个 一号机老是出问题 哎呦 嗯 怎么不会 我每次这个这个加油 这个加油卡的话一刷都是正常的 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 哎呦 刚才那个前面的那辆那个宝马 当时也站在这 好像出现很大问题一样的 AERO 他的AERO 又不读卡了 那他到最后怎么加上去的呢 出错了 系统出错 像是Action 咦 这个是3号 那我来这边也有个机器 这个机器能试一下吗 这个是画面的正常的 哎 居然今天还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他这是绑定的 只能对着4号机 漏车的得开过来 怎么会这样啊 居然又遇到问题了 你这个机器一读就行了 3号机做问题了 不知道为啥 加了40升油80块钱 刚好是能 刚才加到跳枪 然后9598高柴油 普通柴油高标号的 对拿一个票 我每次加完油以后 都会都会把小票拿一下 因为然后我回去要做个油耗记录嘛 在这 刚才找垃圾桶的 刚才我看到第三行没看到 就是98号汽油是2.079 1.999 899 然后高标号的柴油是2.023 2.023 这样子的 好了 现在我到一个地方把车停好 然后准备去那个地方拍个樱花 好吧 那就先这样